这是2000年四川省公布公判大会的真实影响 四名死刑犯在接受公审大会的宣判后被执行枪决 而在枪决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那么这场公审大会是如何进行的 枪决现场又发生了什么呢 2000年秋天 四川省某城正在进行一场公审大会 在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节 许多当地群众依旧不顾天空中飘洒的小雨 在大会主席台前驻足观看 公审大会是比较普遍的 而且主要是针对那些罪大恶极之人 而在公审之后就是对死刑犯进行公开枪决 不过对于这里的老百姓而言 能够亲眼看到公审还是很难得的 因而这些群众看起来都很激动 不少人议论纷纷 这次公审大会有十几名罪犯接受宣判 其中还包括四名死刑犯 随着公审人员宣布大会开始 群众们停止了他们的讨论 因为此次公审的人数较多 工作人员特意将四名死刑犯安排在了一起 他们的胸前都挂着白色的牌子 上面写出了他们的姓名和罪状 当时有的群众看到这四名罪大恶极的罪犯 都很义愤填膺的说 这几个人肯定要被判处死刑 他身边的其他人也深以为然 只见十余名罪犯各自被几名罚警押解着 他们有的低着头 有的东张西望还有人一脸的懊悔 而那四名罪行最为严重的四人 却是一脸木然 根本无法看出他们的情绪状态 实际上 这四人的死刑判决早已经下达了 此次公审大会对他们四人来说 只是走一个过场罢了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在今天会宣告终结 随着法官对罪犯们的刑期进行宣读 一些罪犯听到宣判后松了口气 可能是他的刑期比较短 还有人听到在宣判后把头低了下去 而当法官对最后四名罪犯进行宣判时 全场前来旁观的群众都凝神静气 安静等待宣判结果 最终 法官对这四名罪犯做出了宣判 罪大恶极的四人被判处死刑 且经过高级法院核准后立刻执行 而听到死刑宣判的四人 却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 他们的心中早已接受了这个事实 而围观的群众中间 一些人却嚎啕大哭起来 因为他们是死刑犯的家属 听到自己的亲人将要前往刑场枪决 这些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哭出声来 但是他们也清楚 再怎么哭泣也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趁此这个时间 多看看自己将要天人永隔的亲人 这是2000年四川省某城将决死刑犯的真实影像 在公审结束后 四名死刑犯被押解到刑刑地处决 在这次的公审大会结束之后 被判处死刑的四名犯人登上了囚车 而为了增强警示作用 四名死刑犯各自站在一辆囚车之上 他们的身边站着几名法警 这四名犯人被法警死死地扣住 以免他们突然跳车逃跑 在这四名死刑犯中 有一名身穿青绿色外套的女死刑犯 他递着头站在第一辆囚车上 在这辆囚车前方 还有一名警察独自站在车上 他的身前有一挺机枪 一旦遇到不法分子 这挺机枪就能发挥作用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刑建 一众车辆来到了刑刑地 而这里是一片草地 当这四名囚犯到来时 一些民众早已再次等候多时了 这些群众都是在公审大会结束以后 就来到现场的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 都没有现场看过枪决死刑犯 因此前来围观的人非常多 实际上来观看枪决的人越多 其道的警示作用就越大 那么这次的公开审判 和公开刑刑的价值就越大 很快 四名死刑犯在法警的压界中下了车 这四人的双腿缠着绳索 走起路来步履蹒跚 慢慢走到了空地上 负责管理的警察 则一个个指挥他们站好 就在他们站好之后 一名法警拿出相机 在四人面前拍摄起来 第一个被拍摄的 就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死刑犯 面对警察的相机 女犯人并没有直面镜头 而是把头偏向了一边 不知道是因为羞愧 还是根本不想配合 随后其他三名死刑犯的照片 也被镜头记录了下来 在四名死刑犯 全部被拍摄过后 他们的生命 也即将走向最后时刻了 负责刑刑的警察 已经走到了四人的身后 每名死刑犯 都配有两个刑刑手 一人负责射击 另一个副手则站在后面 时间渐渐流逝 距离刑刑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最终 四把枪同时射出子弹 几声 枪响在围观群众耳中响起 四名死刑犯也应声倒地 行刑副手走到了 第四个死刑犯的身前 检查了一番后 立刻掏出了手枪 并把枪口对准的犯人心口 直接开了一枪 原来这名死刑犯 在被命中第一枪后 并没有立刻死亡 为了减少犯人的痛苦 必须开第二枪 立刻结束他的生命 在确定四名死刑犯 全部毕命以后 负责拍照的民警 再一次记录下了他们的照片 随后四个人的尸体 也被装进了黄色的袋子 并运往了活葬场 这段影像记录着 2000年四川某城枪爵死刑犯的 全过程 但在刑场中 却有一名犯人 没被一枪击毙 还进行了补枪 那在这种行刑过程中 需要补枪的情况多吗 2005年 黑龙江哈尔滨方正县的 女死刑犯 毕丽梅在行刑中 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毕丽梅1983年生人 自小就长得高挑秀丽 但是她却不爱学习 初中毕业后 没有考上高中 去中专学习了美容美发 好在毕丽梅的家庭条件还不错 她的父母便出钱 给她开了一家美发店 因为长相出色 毕丽梅的美发店 吸引了不少男性顾客 其中就有一位名叫蒋来毅的人 蒋来毅是一名大学毕业生 毕业后便来到了方正县工作 她听闻线里新开了一家美发店 便来看看能不能有个优惠 而当她进到理发店后 就看到了面容秀丽的毕丽梅 直一眼 蒋来毅就喜欢上了 这个笑容甜美的姑娘 之后 蒋来毅为了追求毕丽梅 便经常给她买一些礼物 这让毕丽梅很是高兴 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升温 但是毕丽梅不知道的是 出手大方的蒋来毅 家境其实很普通 她在方正县 也只是找了一个比较一般的工作 只是蒋来毅一直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情况 告知毕丽梅 所以 等毕丽梅知道后 非常的生气 因此对蒋来毅越来越疏远 此外 毕丽梅还勾搭上了一个名叫金万元的富二代 于是她决定甩掉蒋来毅 只是蒋来毅怎么都不同意分手 哪怕毕丽梅告诉她自己 已经有了其他人 蒋来毅还是不愿意放手 之后 毕丽梅为了除掉自己和金万元之间的最大阻碍 产生了杀害蒋来毅的想法 于是 毕丽梅邀请蒋来毅一起去爬山 蒋来毅自然是满口答应 还以为自己和毕丽梅能够重归于好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毕丽梅竟然在途中把她推下了悬崖 而毕丽梅也因为故意杀人 被判处死刑 虽然死刑执行之时 毕丽梅被一枪命中头颅 但事后殡仪馆工作人员 在对毕丽梅的尸体进行火化的时候 毕丽梅却突然发出了声音 这把工作人员吓了跳 原来 毕丽梅虽然被子弹击中了头颅 但是却为命中要害 而是击中了她的舌头 吃痛的毕丽梅一时被过气去 直到进行火化时才苏醒过来 不过 最后 法警对毕丽梅重新进行了枪决 毕丽梅并没有免于一死 身负人命的她必须要付出代价 人生的士党 人生的血管 果然是在阳梅 我还会说 能够尽头颅